大家好 我是阿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OK今天是3月30號 那來玩我們的重裝戰績 那上一期玩了那個克洛爾的伊弗林嘛 伊弗林的克洛爾 那這一期繼續來讓他繼續來玩一下吧 OK那我想說搭配一些閃裝的有狙擊槍的角色來跟他玩一下 好來看一下喔 目前弄的組合是這樣啦 因為要打那個物資副本的話 英雄難度的話 要過的話是有難度的 如果只靠殭屍妹的話 應該是乃不太起來 因為這幾隻都是閃裝嘛 這三隻如果全部都用閃裝的話 有點乃不太起來 那你最好前面有一個肉盾 不是9條 就是 蘇莫拉 不然就是找這種有肉盾的 比較偏向肉盾的 至少要有一個近戰 在前面擋住 後排才會比較安全啦 那就來看一下吧 我就隨便用一下 我之前都有稍微挑過的 然後有稍微練的神將的套裝 用神將比較可惜的是 三個部件只是增加閃避而已啦 那我就懶得用啦 懶得再去用 像這隻 殭屍妹的話 他用的是這個嘛 麥希奧拉嘛 麥希奧拉 四件的話有加暴擊率 還可以啦 然後有加攻擊力5%這樣子 那神將三件的話就加閃避而已啦 我印象中是加閃避啦 就加閃避而已 那我目前大概有四把狙擊槍啦 沙漠狙擊槍我刷的 這把還可以 雖然刺藥屬性只有一條而已 然後 這一隻 蜜雪 也是有用 沙漠狙擊槍 有一個加攻擊力這樣子 那這兩隻他們都是有專精那個 看一下喔 應該有專精啦齁 他專精 他使用狙擊槍的時候攻擊價10%嘛 這邊有 OK 然後這一隻 琥珀的話也是啊 喔 琥珀也是 所以就找這兩隻SR的角色來用 他也是有專精狙擊 狙擊武器 攻擊力屬性再加10% 所以他們的攻擊力是1萬喔 喔 1萬 我看一下喔 像 殭屍妹是8600嘛 然後這一隻蜜雪是9200 那我的衣服臉的科洛爾是8600 所以有專精的話真的有強一點啦 我這個近戰格鬥是怎樣 爆擊率4% OK 那我們順便來看一下他們的技能吧 本來是想要用那個伊瓦啦 但是我伊瓦沒練只有三星而已 然後就乾脆把 琥珀 喔 還有剛剛那一隻給練起來 他們應該算遠程吧 還是說算中程啦 嘿嘿嘿 伊瓦算中程喔 不然就這樣慢慢找吧 可能我剛剛眼癢了沒看到 有沒有 狙擊武器專精嘛 然後輕型部件 這種很脆皮阿 那我剛剛有幫他們全部3到5星啦 3到5星就會消耗我這個總共消耗100張吧 就要再去刷一下 因為這個你要做SSR也需要一張 3比1啦 一張SSR這個需要3張嘛 那練到60等 那技能都沒練 技能都是1等 暫時不打算點啦 因為我這個本身也不多 點一點又沒了 因為有可能禮拜三又出新角色啦 好 我先先緩一點 恩 來看一下這個技能 我也沒看過 剛剛有稍微玩一下而已 喔 是攻速加10%阿 喔 了解了解 就只有攻速加10%15秒 難怪阿 真是感覺 他的那個必殺沒有傷害阿 我看到那個 隊友旁邊出現一個加號 我以為是加什麼他不會補血 原來是加攻速10% 那攻擊強的話 難怪他攻擊力剛剛到1萬 原來他也有攻擊力強化 當然我們沒有打算要升級啦 技能傷的話 如果他越痛 損失血越多的話 傷害更高就對了 1比1.5喔 如果說於他損失50%的耐久的話 就可以加傷害25%喔 所以這一隻是 被打 血越低然後打人越痛就對了 OKOK 攻速嘛 加攻擊力嘛 然後加傷害嘛 然後這個也是加傷害 所以他是一個很單純的 純傷害角啦 但是通常我是覺得啦 精英娘最好都會有一些 buff隊友的功能 會更好 如果只是自己的話就還好 只有這個加攻速吧 那又不是打敵人痛一點 好 琥珀的技能大概這樣 還蠻簡單的 那另外一隻那個 也是有點貓偶的這一隻 這隻 這隻蜜雪莉亞 來看一下 那一樣喔 跟剛剛一樣也是60等 然後五星 那技能都沒有練 他這個是一個雷P 但是只有單體而已 我覺得 我覺得啦齁 打Boss的時候用 打不死人嘛 就沒有用 因為他只有30%機率可以回復能量而已 也就是說你大概放三四次以上 那個期望值大概一次會觸發嘛 能量立刻回到滿 大概是這樣 電池武器專家 然後這個也是攻擊強化自身的屬性嘛 跟剛剛那個很像 SR的好像很多都有這個 然後這個也是低於耐久的時候會增加傷害 跟剛剛那一隻 琥珀很像啊 琥珀是耐久 只要一損失就會加嘛 他是沒有 他是要低於30%以上 就低於30%的時候才會觸發 感覺就是沒有琥珀好用齁 看一下他升級是加什麼 多一點傷害 琥珀的這個會比較好一點 那一樣是增加自身傷害 所以說他也跟琥珀蠻像的啦 除了技能1不太一樣以外 但是這真的打不痛 才500多%真的不痛 而且這個機率有點低啊 而且還要擊殺目標 條件比較嚴苛一點 那諾瑪的話 我這就不打算展示了啦 因為諾瑪我沒有練嘛 那他聲音很可愛 我聽不懂 呵呵在念什麼 你們聽得懂嗎 我是聽不懂 然後他會叫兩隻小諾瑪出來 還蠻可愛的 叫兩隻分身出來 然後分身會一直丟那種光球傷害吧 其他的部分也是加自身的傷害啊 加自身的攻擊力啊 然後也是一樣 損失的話會增加0.5% 這個跟那個也很像啊 跟那一隻琥珀 也就是說這三隻角色的 除了技能1之外 他們的技能2、3、4都非常的類似 雷同 我覺得啦 因為他們都 都沒有一體積啊 沒辦法啟動一體積 就沒有辦法 沒辦法特殊的效果 那我不知道諾瑪會不會 以後會不會上修 或是 buff他 不知道他蠻可愛的啊 小小的一隻 然後 然後 還沒有長大 還沒有發育 那就大概介紹一下這三隻嘛 那我實際上會使用的就是 蜜雪 蜜雪莉亞還有那個琥珀 就我的組合 然後就給那個 科洛爾的伊弗林 伊弗林科洛爾當 當肉盾 擋在前面 然後10米利就站中間補血吧 也只能這樣了啦 因為那個真的有點不好打 打那個物資籌備的話 我覺得有點難 你如果用一些閃裝的機甲 要打這個 尤其是要打英雄難度 真的有點難 地獄難度就勉勉強強了 是可以過啦 以我的這個戰力 是大概可以過嗎 戰力大概 大概這個 18萬而已 晶片我亂穿啦 我就給他們穿晶片 亂穿晶片 亂穿晶片 都是有穿晶片的 18萬左右的戰力 大部分都可以過 那個地獄難度 我的話啦 我自己 我昨天測試的包包都也可以 只是我沒有 我沒有錄下 我就放棄也不想錄 不想用啊 也是可以再錄啊 只是覺得不好用 那我就打一下地獄難度 那我不會真的把他打完 我是確定打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子 好 來吧 我原本有用三隻狙擊槍啊 但是還是得帶奶媽 不帶奶媽真的很難打 然後這邊你可以保石陣型 或是隨意打 我覺得都沒差 因為地獄難度的小過 我還不太怕 然後我們這一隻 衣服領的克魯爾那個 他這個靈魂自由會經常觸發 就是加攻速還有移動速度 但是他必須要整個消失之後才會再放 消失之後才會再出現 他不會一直疊加 不會一直持續十秒 十秒在這邊 那 攻擊力的話 我們主要輸出還是靠 1-0 和克魯爾這個 白鴨 MK2 他的那個 倍速傷害真的還蠻強的 因為我剛剛 也有測試用蘇摩拉 他代替這個 我目前這個 白鴨的 MK2的位置 那蘇摩拉就是超級漏盾 完全沒有傷害 傷害很低啊 變成我打得很慢 他這樣很明顯啊 我的那個 白鴨真的打很快 他都在那個 畫面外面 看不到他的傷害 這個不到1萬 9000多而已 一個必殺技 只有9000多而已 這麼可憐 連那個 白鴨的普通攻擊都5-6000 4-5000的難爆 一下就超過他的必殺了 所以我這個 蜜雪 這隻 超必殺真的 不OK啊 然後琥珀是 加攻速嘛 好然後這邊我的琥珀我就用3B吧 因為 因為那個 他的那兩隻小怪 他會 用錘子旋轉嘛 那個錘子旋轉 他有個反 我就閃避好了 免得我的那個 白鴨受傷太重 基本上如果小兵死的話 只剩那個喵喵的話是 沒什麼 沒什麼怕他的 因為喵喵會補血啊 好像還會放盾吧 這個是加攻速 這個攻擊速度10% 所以我們攻擊速度應該會很猛 欸我怎麼被擠到角落出去了 有點危險啊 我的白鴨是輕型格鬥啊 為什麼大家被擠到角落啦 我這樣會被他們範圍 範圍一直少 這很尷尬 才1萬而已 保持陣型 快跑 好閃避 基本上不會輸啦 齁 剛剛不知道為什麼我全部都卡在那邊啊 那不會輸的原因是因為 我還是奶得起來 然後我現在已經把陣型拉開了 剛剛就是因為你Auto有時候 他就亂亂亂掉 我明明是閃避 可是他們都不閃 就被他們一直 一直那個 範圍攻擊 這個槌子會範圍攻擊 所以比較麻煩 小兵死了之後就只剩喵喵 喵喵就任我們宰哥啊 然後我們的HP就越來越滿 這是攻速 他這個攻速是15秒 還蠻多的 他還在補血啊喵喵 我覺得這關的喵喵還蠻難應付的 尤其是英雄的 我如果用我的阻力不帶男媽 還是可以過 還是可以過 就那個泰西亞和身上 哇他怎麼突然跑那麼快啊 怎麼厲害 又偷偷補血 OKOK我應該要撤退齁 我不想把他打贏啊 撤退 OK就是 只要你是閃裝或是沒有一體機的話 哇打這個會比較辛苦 我覺得 就算你 就算大家都說狙擊槍攻擊力不錯 但是我用起來的感覺還是 主要還是 雞娘之間要有一些加成會比較好 所以你的阻力一定還是用 這一種 莫娘啊或是毛妹啊 或是其他有一些加buff的組合 齁 有天音就上天音嘛 然後有 沒有就上ED沙白啊 或是一些什麼 有加buff的 群攻啦 主要是小怪多的話你就不好打 啊狙擊槍他是一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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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小怪打一堆小怪的話比較沒那麼有優勢 OK那差不多就這樣啦齁 稍微試玩再玩了一下我們 一服林人的柯洛然後白鴨MK2 然後搭配這個狙擊槍這兩隻 火魄和那個蜜雪 蜜雪莉亞這一隻 那他們的技能我剛剛也稍微有介紹過嘛 都還蠻類似的 主要就是技能力沒有很優秀 一個是加攻速然後一個是 一個小小的範圍傷害然後 把敵人打死之後有30%可以觸發 把能量回滿 齁就沒有很優秀啊就蜜雪莉亞 因為他們的技能2 3 4都很像 2 3 4都差不多大同小異 都是被設定定位為那種輸出型的 然後他是狙擊嘛 然後那個琥珀 琥珀 琥珀 琥珀也是狙擊嘛 喔就是在隔壁啦抱歉 因為不常用他們 所以位置 我剛升上來之後就還要找一下 所以說我會覺得這個 狙擊的定位大概都是 還有這個射擊吧 定位都是 在團隊裡面就是傷害輸出 輸出型的 基本上沒有什麼 可以BUFF其他隊友很少 那琥珀和蜜雪莉亞 我之前也沒有來玩過嘛 就這次借我這個機會玩了一下 知道一下這兩次的定位 然後他的技能 琥珀我都是派去遠征啦 我待會還是要派他去遠征 把他拉回來 然後玩了一下這樣子 然後待會把他的裝備給換一換 不然遠征之後很麻煩啊 你裝備 遠征的話裝備是不能 好像不能拔下啊 因為他就當作不在你的基地了 所以你遠征出去的角色裝備 最好不要亂穿其他重要人的裝備 好的那大概是這樣吧 這一期的重裝戰機大概就講了這樣子 那希望對大家有一些幫助啦 我是阿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那我們下期重裝戰機再見 大家掰掰 大家看待會兒 快點兒 我們下期熟了 快點兒 多謝 11 10 11